哈嘍,我是Iris 今天呢,要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來跟MOMO買的 是電腦包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是e-com,這張念嗎? e-com,e-l-c-o-m 我很喜歡阿彌的包包 你們可以看得很棒 其實呢,我買之前的 這可能是2017還是2016年的 小的相機包 它可以就是一樣可以這樣拿 然後一樣可以從這邊這樣拿 這邊可以 等一下,可以直接這樣拿東西 然後一樣可以抵頭 它是小的,我買小的 所以說 電腦裝不下 所以我就買了 它的裝電腦的電腦包 然後這是2018最新年 然後是今年書新出的 讓我們起來看看 原本是想買白色 但是因為我這個人 很怕用髒東西 用髒包包 所以我就只好買來 衣服一樣的來這 然後還有一個小包包 然後還有一個小包包 那這支新款呢 你看 這是鏡掌 給你們看鏡掌 它這支設計是給學生啊 還是上班所弄的 所以比較大 原本是一半 像這樣 一半 然後這支它就 把它 往上 到這裏 所以是 到這裏看 看一下大小 好 算是比較長 就是會買它的原因呢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 就是 這一邊 這邊設計的是這樣 可以放雨傘 然後水果 先這樣 水果 這邊 可以放 現在這個也覺得太小 所以就放比較水果 然後它也可以放 而且它這個是 特地還做防水的 所以就算是 它說的啦 說就算是用過的雨傘 你可以直接放在裡面 我就覺得很方便 就整個很心動的 馬上就買了 然後 這是上面 它這下 它這次做的都是紫空 然後像之前這種的 就是 這個 這種也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個 它比較好用 它這次藍色搭配的是 黃色 之前的是 灰色的 其實上面容量也蠻大的 它這邊就可以放米電 它說的是14吋以下都可以放 我的是13吋 所以剛好可以放進去 然後前面有兩個 然後這邊的是沙網 然後有拉鍊 我覺得有拉鍊設計 就還蠻好的 然後它一樣 這樣 就看 這是可以相通的 可以通到下面 是不是覺得它的設計真的是很好 然後如果你不想要的話 你把它拿起來 等一下就變成是 變成兩層的 丟進去 然後 那是下面 它這次做的比較高 所以也可以放書本 還是什麼 這是書 你會說大概一次都放得下 所以蠻方便 然後 這邊 一樣是直扣 這邊也有一股褲 做一個防盜 然後後面這邊 一樣 可以放行李槍 有那個桿桿 它這個 之前這個 也有 所以這裡還蠻方便的 再來是這裡 後面這邊也可以放A4的文件 然後它其實這裡有另外一個功用 這個呢可以把它收進去 就是這樣打開 收進去 可以把它收進去 這邊有個孔 這邊要收進去 然後這樣就變成這樣 收起來 就變成像肩膀包一樣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 這樣 這樣就變成單肩包 圖片都放旁邊 所以你們可以看這裡 這個變成單肩包 所以它有三個背法 一個是要拿 一個是雙的 一個是單肩包 這個還蠻特別的 可以看你的心情如何 然後改變不同的方法 只是呢 這邊 就沒有那個這個 像之前的這種後面 都有這種 哪裡開口 但這是就沒有 可是我覺得其實可以放這裡 欸我發現一件事欸 它是通的欸 它是通的 所以放東西還是要小心 這種防張目的 之前呢也有 所以我就這個設計其實很好 這邊是前面 它一樣是做這種L型的 開口很大 這樣 這邊一樣是石膏 其實跟這個是一樣的 最新版的不要型 那裡面呢 有一個大的 還有一個小的 看到嗎 小的 其實它勾成真的很多 我覺得很方便 再來我覺得它這個也有一個特色 這個 因為它是持扣的嘛 所以就其實它可以幫你做準它的位置 而不是說像之前這種 因為其實像這種 就是會有時候會黏完 然後就很難脫 然後其實就很蠻不方便的 感覺卡住 像這個就比較方便 像它這次呢也有出這個 小的收納包 是跟它是一起出的 它設計就是這樣 這樣吧 然後它可以這樣放 然後可以放到 三個 其實這邊也可以再放一個 所以等於說會放四個 這個也可以直接這樣收納 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這個裡面呢 這樣 它也是做石口的 然後裡面有隔塵 三個 你可以自己調整 你想要的位置 這樣 這樣 自己想要調整你記得大小 然後這邊呢 也有兩個 網子的 可以放一些線啊 還是充電器 就覺得還蠻方便的 可以放進去 然後我上面可能就會用 之前的 嘿嘿 這樣 然後放進去 那我可能這邊就放一些 相機的東西 或者是電腦的東西 這邊就可以放相機 上面就可以放自己的東西 就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以上呢就是這次電腦包的介紹 那如果喜歡的話幫我按個喜歡 或按個讚 也可以幫我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